来看《历代至上》第20章 今天我们来看历代至上20章 短短8章圣经 短短的8章圣经 但是它的历史内容却是非常非常丰富 但是它的历史内容却是非常非常丰富 如果在《撒姆尔记》下记载这一段是很长的历史 但是这里却非常简单 因为现在是历代至上的作者 它为什么这么简单去记载这一段这么长的历史 为什么这么简单来记载这么长的历史 而且这时候是大卫王国最飞煌的时刻 而且这时候是大卫王国最飞煌的时候 大卫王国最飞煌的时刻 但是只用了8节圣经 为什么呢 一会儿大家慢慢会知道 一下大家就会知道 我给今天这张圣经的标题 我今天给这张圣经的标题 神真的要术 神真的要术 斗点还要大大使用 斗点还要大大使用 是讲到神跟大卫的关系 神真的要术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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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真的大大使用他 神真的大大使用他 大大使用大卫是用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应许 大大使用大卫是用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应许 他是预表基督 他是预表基督 的角度 国度 他也都是将以赛亚 将这个约书亚神给他的应许去成就 他也将约书亚神给他的应许成就 历代之上将大卫看得好像约书亚一样 历代之上把大卫看成像约书亚那样 甚至约书亚未完成的大卫都会完成 甚至约书亚没完成的大卫也去完成 是不是很丰富呢 是不是很丰富 而且这段历史也是很尴尬的 而且这段历史是蛮尴尬的 杀母义记下 杀母义记下 第21、22章的历史是很尴尬的 21章、22章那段的历史是很尴尬的 这里有提到 这里有提到 但是又散略了很多 但却省略了很多 就是有他的意思 就有他的意思 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进入这个真理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进入这个真理 如果我消化了这么多 我就看到 真的是神真的饶恕 我消化了很多 然后看到神真的饶恕 这个是真理 神真的饶恕人 这个是真理 神真的饶恕人 只要人肯会感 神饶恕了之后 还要大大使用它 神饶恕了之后 还要大大使用它 所谓真的饶恕 就真的抹了它 所谓真的饶恕 真的摸去了 就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 就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 并且神还要大大使用它 而且神还要大大使用它 历代之上二十章 历代之上二十章 主要明显正面的看到 文字上看到 就是神大大使用大胃 正面的文字上的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神真的大大使用大胃 当中的隐意 那当中的隐意 就包含着大胃的怨弱 包含着大胃的怨弱 那我们就进入了一章圣经 那我们来进入这章圣经 同样我们回顾 大胃有神的心 大胃对神有心 大胃寻找约规 又要为神建典 又要为神建典 神就与他立约 神就与他立约 神是与大胃立下大胃之约 这个是很重要 神与大胃立下大胃之约 这个很重要 神与大胃说 我要自负你一切的仇敌 神跟大胃说 我要自负你一切的仇敌 我要建立你的国度 我要建立你的家室 我要建立你的家室 我要大大的使用力 我要大大使用力 是神对大胃的应许 这是神对大胃的应许 神应许大胃我要与你同在 神应许大胃我要与你同在 因为你紧张我的同在 因为你看中我的同在 你愿意为我建典 你愿意为我建典 但是我不需要你为我建典 但是我不需要你为我建典 我要与你立约 我要与你立约 然后我们就看到大胃的武功 我们就看到大胃的武功 就是18至20章 就是18到20章 神用他所成就的 神用他所成就的 上一章我们讲到 他是胜过亚门人 三章我们讲到 他胜过亚门人 跟亚门人总共打了三场战役 今天我们看的是 记载第三场战役 19章就是记载了两场战役 昨天讲过两场战役 特别是第二场战役 他们两个一起打仗 特别是第二场战役 我们讲到 兄弟要彼此帮助 我们讲到兄弟要彼此帮助 并且大家去同心 而且大家同心 就是可以得胜 就可以得胜 还有要深深相信神的应许 还有要深深相信神的应许 是昨天所说的 这是昨天的 今天我们要看的二十章 就是紧接着了 今天我们看的时尚是紧接着的 这里是和阿门人 第三场战役 第一到三节 过了一年到猎王出战的时候 约压率领军兵毁坏阿门人的地 围攻拉巴大卫营住在耶路撒冷 约压攻打拉巴将成庆福 约压攻打拉巴将成庆福 在三母语记下 十一章的二节到十二章的二十五节 三母语下十一章的二节到十二章的一节 十二章的二十五节 即是两章圣经 就用了快两章圣经 是大卫营住在耶路撒冷 接着就是三母语记下的十一章二节 然后就是三母语下十一章的一节 到十二章二十五节 到十二章二十五节 然后采奖到约压攻打拉巴将成庆福 然后这里讲就是约压攻打拉巴将成庆福 然后这里讲就是约压攻打拉巴之后 将成庆福然后就拿到 那个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 其上的金子从一他连德又陷着宝石 人将这冠冕带在大尾头上 那个旗上的金子重 以他连德又欠着宝石 人将这冠冕带在大尾头上 然后又将城里面的人拉出来 把他们当苦工 我比较会采用是用铁斧做苦工 用各样的做苦工 而不是将他们放在苦下 将他们杀了 我比较采用的翻译是 他们用铁把 用锯子做苦工 用铁壳做苦工 而不是把他们放在那些下面 他这里说放在铁下 或铁扒下 或铁斧下 这里翻译放在锯下 或铁把下 或铁壶下 我的理解是 他是用这些材来做苦工 就是去露逆他们 我的理解是 劳逸他们用他们 将他们用这些器具做苦工 因为后面讲的 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因为后面讲 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大卫制服了这个地方 就是大卫制服了这个地方 这是第三场的仗 这是第三场的仗 并且将亚门人的王 那个冠冕 就是拿了来 并且将亚门人的王冠冕拿下来 约压叫大卫下来 约压叫大卫下来 然后就把冠冕带到他头上 约压是将荣耀归回给大卫 约压把荣耀归回给大卫 而不是归给自己 而不是归给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 此后大卫和中军都会以路撒冷去了 我们就看到 此后大卫和中军都会以路撒冷去了 这段是记载 跟亚门人第三场的战役 这段是记载跟亚门人第三场战役 是 仰压带队去打的 而是大卫没有出去 约压带队去打的 而大卫没有出去 而是猎王出战的时候 是猎王出战的时候 王应该出去的 王应该出去的 但是王没有出去 但是王没有出去 而是他的元帅 徽下的元帅 约压带兵出去打 而是他旗下的约压乡军带队去打 并且打赢了 而且打胜了 打赢了之后就叫大卫你下来 那打赢了就叫大卫下来 最后要得胜了 最后要得胜 大卫你下来 大卫要下来 免得这场战役 全部的功劳归给我 免得这场战役 全部功劳归我 你下来 你下来 然后落到他就赢了 然后下去就赢了 大卫都不用打的 大卫都不用打 他只是去到现场 他只是到现场 并且将官免带到他头上 而且把怪免带在他头上 然后大家就一起回到耶路撒冷 然后大家又一起回到耶路撒冷 其实功劳是阳压的 其实功劳是约压的 但是荣耀是大卫的 但是荣耀却是大卫的 或者说大卫同约压 或者大卫跟约压 但是这里记载 就是直接写 这个赢了阿门人的将军 是阳压 但是这里直接记载 这一打赢了亚门人的将军 就是约压 但是其他的历史就散略了 那其他的历史就失去了 只是记载大卫下来 只是记载大卫下来 带了金冠面 带了军冠面 阿门人就是臣服于大卫了 亚门人就臣服于大卫 大卫就不单止在以色列里作王 大卫不单止在以色列里作王 在亚门人中间他都作王 在亚门人中间也作王 就是他是宣告的一个真理 他在宣告一个真理 我们的神是全地的王 我们的神是全地的王 现在亚门人这个最贵重的金冠面 都戴在大卫的头上 现在亚门人这个这么贵重的金冠面 也戴在大卫的头上 大卫大大得胜 大卫的大大得胜 并且回到耶路撒冷 并且回到耶路撒冷 就是记载这个历史 就记载了这个历史 但是当中散 那我就这么说 或者OK 当中散略的是 我这样讲 当中省略的 猎王出战的时候 就是猎王出战的时候 就是二十章的第一节 让他率领军兵 毁坏阿门人的地 围攻拉巴 愚雅率领军兵毁坏 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 愚雅出去打了 愚雅出去打仗 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 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 这里就出事了 大卫软弱 一来他没有出去打仗 二来呢 二来呢 他那里犯了 和巴士巴出了事 他在那边跟巴士巴出事了 但是历代志的作者 知道这件事 历代志的作者知道这件事 他用这段圣经 但是他却删去这一段 但是他却删去这一段 甚至删去大卫杀乌利亚 甚至删去大卫杀乌利亚 忘记了 没有写 忘记了 全部将他删去 把它都删去了 为什么呢 但是撒母义记下有记的 但是撒母义记下有记的 历代志不记了 历代志就不记载了 表达什么呢 撒母义记写的是早年的 撒母义记写的是早年的 是之前的 聂王的时候 是聂王的时候写的 现在是被鲁归回 历代志的作者要表达的是 神不纪念大卫的罪 神不纪念大卫的罪 神大大使用大卫 神大大使用大卫 忠言大卫犯了罪 但是他悔改 但是他悔改 当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 当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就悔改 他就把自己交给神 神责备他 神责备他 因为 给了受敌 蝕毒神的机会 因为让仇敌有蝎毒神的机会 但是神自己背了 但是神自己背了 大卫的儿子也没有了 大卫的儿子也没有了 他悔改 他悔改 神要恕他 神恶恕他 神恢复他 继续让他作王 继续让他带领 他认罪 他认罪 神赦免他 神赦免他 他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 他在神面前进食祷告 神都没有听他 让他的儿子好 神也没有听他祷告 让他儿子好 他的儿子死了 他儿子还是死了 他就起来 他知道神赦免他 但是这段历史 撒母以记下有 撒母以记下有 两章圣经 两章圣经 而这里 一节圣经 一节圣经 历代词的作者要表达 历代词的作者要表达 撒母以记下所记的 大卫的历史 撒母以记下 记载的大卫的历史 大卫是犯罪的 他求神赦免 他悔改 来到历代词的时候 被鲁归回之后 神完全地原谅他 神完全地原谅他 所以写下来的记载 所以写下来的记载 经文就将那些散略 就把那些省略了 只是记载他的功绩 只记载他的功绩 所以聂王出战了 所以聂王出战了 但是大卫仍在耶路撒冷 但是大卫仍在耶路撒冷 聂王出战 大卫仍在耶路撒冷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里有留下一些暗示 那里就留下一些暗示 是有这件事的 但是神不纪念 但是神不纪念 神不纪念人的罪 不纪念人的罪 人的恶 相反呢 只是纪念他的功劳 只纪念他的功劳 大卫对神好 有神的心 对神有心 神不断的记住这件事 神不断的记住这一个 所以中而是大卫犯罪了 所以中而是大卫犯了罪 大卫悔改 大卫却毁难 神仍然使用他 神仍然使用他 这个是大卫的历史 那这个是大卫的历史 但是来到历代之下 但来到历代之下 他们被鲁归回了 他们被鲁归回了 他们这群人知道自己的问题 这群人知道自己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罪的缘故 因为他们罪的缘故 他们被鲁巴比伦 因为罪的缘故 因为罪的缘故 不过以色列十个支牌 已经是没有了 以色列十个支牌已经没了 剩下犹大 剩下这个支牌 剩下这个支牌 剩下一些历位人 剩下一些归回的散修修的 剩下一些归回的比较凌散的 上面我们都记载 看到那个归回的组组 上面我们也看到那个归回的组 历代之所记载的 历代之所记载的 就是不断地去找的 有些支牌已经没了 不断地去找 然后有些支牌已经失落了 好像但支牌已经找不到 好像但支牌已经找不到了 但是来到这个地方 但是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以色列人知道 虽然我们有罪 我们被掳了 神惩罚我们 现在我们归回 对于我们的罪 我们现在去悔改 这个就是以色列所带领的水门前的复兴 他们为自己的罪去悔改 他们知道自己被掳是应得的 他们知道自己被掳是应得的 今天归回 今天归回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应许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应许 他们回来之后 他们要继续的侍奉神 他们要继续侍奉神 继续的追求神 继续的求神 住在他们中间 继续求神住在他们中间 他们知道一件事 这个亦都是历代字的作者要表达的 这也是历代制作者要表达的 我们虽然有罪 我们虽然有罪 好像大卫一样 好像大卫那样 但是神仍然能够大大使用我们 但是神仍然能够大大使用我们 我们要认罪 我们要求神赦免 我们要求神赦免 神要真是赦免我们 神真的赦免我们 好像赦免大卫一样 将历史抹掉 好像赦免大卫那样 把历史插去了 只是纪念到大卫的功能 只是纪念到大卫的功能 所以在这里 这三节圣经就记得到 大卫他在外邦都作亡 所以这三节圣经就记载 大卫在外邦中也作亡 是将他犯罪的历史抹掉 而把他犯罪的历史插去了 但是又留下一些线索 但卫留下一点线索 大卫 列王出战 他应该出战 但是他没有出战 列王出战 他应该出战 但是他没有 结果他犯罪 结果他犯罪 但是神赦免他 但是神赦免他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历代制作者跟他说 以色列人 历代制作者跟以色列人说 我们虽然有罪 我们虽然软弱 我们认罪我们悔改 神会福兴我们 神会大大继续使用我们 正如大卫当日 被神大大使用一样 其实阿门人第三场战役的时候 就是大卫犯罪的时候 就是大卫犯罪的时候 他在耶路撒冷 他在耶路撒冷 他软弱他跌倒 但是这场战役 仍然有得胜 这场战役仍然得胜 神不记列 只要人是 真的愿意认罪 只要人愿意认罪 神是完全的赦免 神是完全的赦免 所以神真的赦免 还要大大使用 还要大大使用 对大卫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归回了 神赦免他们的罪 历代之作者跟他们说 圣灵跟他们说 神要赦免你们 神要大大使用 神要赦免你们 大大使用 好像使用大卫 一样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也一样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甚至我自己都不是完全的 甚至我自己也不完全 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 完全就是没有罪 完全很perfect 很圣热的人 这样去量每一个人 也都要求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 很完全的 好像没有犯过罪的 这样的标准来量每个人 对你的配偶是这样 对你的配偶也是 对你的组员是这样 对你的组长也是 对你的组长也是 对传道人也是 对传道人也是 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不是罪人 不是罪人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就是主耶稣不是罪人 每一个人人都是罪人 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 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 在这段里面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在这段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 神还要施恩给大位 也都神要施恩给被鲁归回的人 神也都要施恩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神要施恩给大位 施恩给每一个被鲁归回的人 也施恩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但是我们要能够去认罪 但是我们要能够认罪 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赦免我们 我们看到第二段 我们来看第二段 第四节至第八节 菲利斯人就被制伏了 菲利斯人就被制伏了 前面第一到三节就是 亚文人也被制伏了 这里连菲利斯人也被制伏了 第二段是连菲利斯人在大位的年代是很难搞的 在约书雅的年代 甚至在约书雅的年代也是很难搞的 也是很难搞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历史先 四节至第八节 四节到八节 这里总共是杀了三个巨人 三个伟人的后代 这里总共杀了三个伟人的后代 每三个人 第一个是细派 第四节 第五节 是加特的人 拉哈米 细派是基式的 拉哈米是加特的 然后在加特又有第三个巨人 在加特又有第三个巨人 这个人没有名字 但是他有一个特征 就是二十四个子头 这人没有名字 却有特征是二十四个子头 就是一只手有六只手指 两只手就十二只 那两双手 两只手就是二 那每只脚有六个脚指 总共是二十四个子头 他也是伟人的儿子 他也是伟人的儿子 这人向以色列人 罵阵大卫的哥哥 是米亚的儿子 约纳丹就杀了他 这个人向以色列人罵阵 大卫的哥哥 斯米亚的儿子 约纳丹就杀了他 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 都死在大卫和他的仆人的手下 这三个人都是加特伟人的儿子 都是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都是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 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 就是他们就是阿纳族人 他们是亚拉族人 是利法因人 利法因人 就是伟人 也是伟人 在古时的时候已经在了 约约约的年代已经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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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再看看约约约约十一章二十二节 在以色列人的地 没有留下一个阿纳族人 只在加撒、加特和阿瑟特有留下的 和阿瑟特和阿瑟特这三个地方 加撒就是现在打仗的地方 加特和阿瑟特 这三个地方 就是约约约约约没有打下来 因为这三个地方还有加特伟人 因为这三个地方还有加特伟人 我们之前看到大卫杀了一个巨人 是哥利亚 他杀了一个 而约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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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征服了这个地方之后 菲利斯人的巨人还在 所以大卫杀了一个哥利亚了 但是还有哥利亚的兄弟 还有哥利亚的兄弟 还有其他伟人 还有别的伟人 他们的族人 这些是亚拉族人 他们在加特这个地方 那三个城市里面 三个地方 加萨 加特 和亚什图 这些人怎么办呢 这些人是以色列人的威胁 神叫亚什雅进去 就是将这些人全部清理完 但亚什雅最后留下这些 神叫亚什雅进去 把里面的这些人清理掉 但是亚什雅留下的是这些 但是历代至上的作者 他就在这个地方 就说大卫和他的伯仁杀了三个伟人 就是历代至这里做这些 大卫和他的伯仁杀了这三个伟人 在加特这个地方 加特这个地方的伟人 大卫和他的伯仁都把他们杀了 在加特这个地方 三个伟人 大卫和他的伯仁都把他们杀了 这三个伟人都是有特征或者有名 这三个伟人都是有特征或者有名字的 就是看到原来神可以大大使用大卫 就看到原来神可以大大使用大卫 大卫虽然软弱 大卫虽然软弱 神都让他胜过亚门人 大卫虽然软弱 大卫虽然软弱 神都仍然用他来杀这些伟人 约书亚做不到的 大卫做了 约书亚没有做到的 大卫做到的 所以大卫真的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神应许他 你守我的话 听我的话 你守我的话 遵守我的命令 你不要惧怕 你要站立 你要光强壮胆 我要与你同在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要与你同在 神要与约书亚同在 然后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得着整个应许之地 神要与约书亚同在 带领以色列人得到整个应许之地 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 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大卫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大卫 在历代之的作者来看 约书亚带领人进入应许 约书亚带领人进入应许 但是应许之地里面还有为人 大卫同样的 他带领以色列人 他的子民进入应许 他带领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进入应许 神和他立业 建立他的国度 并且这个国度里面 神的应许会成就 现在这些加特的伟人 大卫都将他消灭了 现在这些加特的伟人 大卫都把他们消灭了 神和大卫的应许 在历代之上17章 神跟大卫的应许 在历代之上17章 那里记载到 我要自负你一切的仇敌 我要自负你一切的仇敌 这里来到历代之二十章 现在来到历代之上 第四节 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 非利士人就被自负了 去同历代之17章10节 神对大卫的应许 我要自负你一切的仇敌 那是同一个字 自负和这里的制服 跟17章神对大卫的应许 我自负你一切的仇敌 那个自负跟这里 非利士人被制服了 是同一个制服 非利士人就是很多伟人在里面 非利士人很多伟人在里面 所有的伟人都是从这里来的 很多的伟人都是从非利士人来 但这个地方现在被制服了 但现在这个地方被制服了 这些人是被制服了 这些人被制服了 神的应许成就 神的应许成就 连最后的约书亚做不到的 大卫都做了 连最后约书亚没有做到的 大卫也做到了 神真的与大卫同在 神真的与大卫同在 所以也都对当时被鲁归回的百姓说 所以也对当时被鲁归回的百姓说 没错我们有罪 没错我们有罪 我们认罪 神仍然能够使用我们 神仍然能够使用他 好像使用大卫一样 好像使用大卫那样 能够制服所有的巨人 能够制服所有的巨人 并且大卫要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应许 并且大卫要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应许 其实是神成就他对大卫的应许 神对我们的应许 对阿伯拉罕对大卫的应许 对亚伯拉罕对大卫的应许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会讲 我们继续服侍神 我们要承受这一切的应许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应许 这里也讲 这三个第八字 这三个都是加特伟人的乙子 都死在大卫和他 在伯人手下 第八节这三个人都是加特伟人的儿子 都是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其实在《撒母义记》21、22章 《撒母义记》 《记下21、22章》 《撒母义记》下21、22章 记载到那里是四个巨人 那你有记载四个这样的伟人 在这个地方有四个伟人 是巨人被杀了 在这个地方有四个伟人 巨人被杀了 但是历代词记载三个 但历代词是记载三个 为什么要少了一个呢 我们看《撒母义记》下21章 十一节十六节 十六节 十六节 十五节 菲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 大卫带领牧人下去 与菲利士人接战 大卫就疲乏了 菲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 大卫带领牧人下去 与菲利士人接战 大卫就疲乏了 伟人的一个儿子 以十比诺要杀大卫 他的铜枪从三百射下来 又配着新刀 但死路亚的儿子 阿比西帮助大卫 攻打菲利士人 将他杀死 伟人的一个儿子 以死比诺要杀大卫 他的铜枪中三百射克了 又配着新刀 但死路亚的儿子 阿比西帮助大卫 攻打菲利士人 将他杀死 当日跟随大卫的人 向大卫起誓说 你以后不可再 与我们一同出战 恐怕昔灭以色列的灯 当日跟随大卫的人 向大卫启示说 以后你不可再 与我们一同出战 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 这里十五到十八节 是散略了的 这里十五到十八节 在历代至上是散略了 在历代至上是省略的 但是十八到二十二节 但是十八到二十二节 就保留下来了 后面就是那三个伟人 后面就讲到同样的三个伟人 是在历代至习记载 大卫很累 可能年纪都大了 可能年纪大了 看着他要死了 他要被杀了 他要被杀了 亚比塞就出来 亚比塞就出来 就帮助大卫杀了这个 帮助大卫杀了这个 在历代至就散去这一栋 在历代至就省去这一栋 为什么要省去呢 历代至作者告诉我们 大卫是有软弱的 他真的不是很能打的 他真的已经不能打了 在这时候他真的不能打了 以色列的兵也叫他不要打了 你和我们一起出战 我们更麻烦 但是到最后呢 就是说大卫和他的伟人 将这些巨人杀了 在这里我们要带出一个真理 无论是一到三节 约压打亚门人 后面四到八节 四到八节后面 杀了这三个伟人 当中都省略了很多 但是告诉我们 大卫悔改 大卫的团队仍然在这里 神仍然使用这个团队 神仍然使用这个团队 所以功劳上 每一个地方都有大卫的份 大卫甚至做亚门人的王 带领兵回到耶路撒 来到二十章的第八节 大卫和他的伯人杀了这些加特人 大卫和他的仆人杀了这些加特伟人 大卫的名字都在那里 神是记载他的功劳 虽然他没有去打死 甚至险些被这些伟人杀了 但是神说他有功劳 是整个团队 彼此互补 正如上一章讲 你打不赢 你有危险 胜不过我来帮你 你有危险 没有胜过我来帮你 我打不赢 我有危险 你来帮我 我打不赢 我有危险 你来帮我 这是一个同心团队 大卫同的团队都是这样 现在大卫软弱 但是张继续要打 巨人继续要去杀 巨人还是要继续去杀 大卫做不到 他的团队起来 而写下名字纪念的 所有的团队 约亚 亚比塞和其他的人 这四个人的名字 都是在的 大卫的名字也在 整个团队还是在 每一个人都有功劳 每一个人都有功劳 是神纪念 是神纪念的 我们也都要知道 我们也要知道 当日的人也都要知道 当日的人也要知道 神纪念 神纪念 虽然我们软弱 虽然我们软弱 但是我们要一起 我们要一起 但是我们现在 回来了 我们就是完全人 我们不会犯罪 不是的 但是我们要 大家彼此的帮助 是不是到现在 我们就是完全人 我们就不犯罪了 不是的 但是我们需要彼此帮助 我们要大家一起 我们要大家一起 你有软弱 我来帮助 你有软弱 我来帮助 我有软弱 你来帮助 我有软弱 你有软弱 我有软弱 我有软弱 今天我们建立神的国 都也一样 最后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怎样建立神的国 最后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怎样建立神的国 怎样建造生命树 遍子 就是要有神的同在 就是要有神的同在 我们要冤若 我们要认罪 我们要软弱 我们要认罪 我们要彼此帮助 我们要有神的心 我们要有神 对神有心 Amen 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们 Amen 让我们一起正宁 求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 响应我们的神 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赐给我们的生命 祂也应许我们 永远不落空 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来向我们主献上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感恩 在恩典中 你赐我生命 日日日夜夜夜我病心靠地 在迎需中 我站 rappelivamente 每个呼吸 我要荣耀的我爱你 我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神解主 荣美的君王 我要敬拜你 我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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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是我的自由 你是我生命 美丽 在恨天中 在恨天中 每次我生命 日日夜夜 我平行靠地 在应许中 我战斥翱翔 每个呼吸 混淆荣耀你 我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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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是我的自由 我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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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是我的自由 你的爱是我的自由 你就是那位 你叫我们得自由 你因为你不纪念我们的罪 我们像大卫一样 我们非常软弱 我们时刻都会很容易 去跌入罪的网络里面 主要带你 就是这样愿意遥述我们 愿意怜悯我们 甚至当大卫去认罪悔改 当他愿意去神面前 去求世面的时候 神阿里就涂抹他的过犯 神阿里就继续使用大卫 和大卫的团队 让他们可以得胜巨人 主啊我们多谢你 赞美你 等着我们 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 去认我们的罪 主啊因为神愿意遥述 去赦免我们 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 我们今天两个两个 是我们来予此认罪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有什么常常犯的罪 我们很软弱 好像没办法自己摆脱 甚至有一些我们觉得 常常在罪里面被控诉的 是不能够得自由的 我们两个两个来到 予此认罪 是可以的 大卫和大卫 姐妹和姐妹 如果夫妇 都可以予此认罪的 我们可以在一起的 将会认罪里面 大卫将他的罪显公 真是去见光的时候 神就赦免 神又重新的使用他 所以今天我们都勇敢 去到彼此的祷告的时候 将纏扰着你生命里面 一些罪 去彼此的 他说出来 彼此的祷告 神是信实 神必定赦免 神必定使用 XV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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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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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